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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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vlog的主题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今天我要拍的是 Deleting Social Media 所以就是我会删除掉 我所有的社交软件 然后就看 我 的变化 就到底对 学生啊有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 social media 是一个 很 toxic 然后很多 资讯同时 很好 又很坏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想 Deleting Social Media 然后看怎样咯 今天其实是一个周日 所以其实是 本来是我应该休息的一天 但是既然我拍这个video 所以我就会给你们做一个 读书 还有做我日常 西日会做的东西的一个vlog 实验咯 一个productive的 without social media 的一天 也就是很像一个social media detox 我现在其实 因为我没有相机嘛 所以我拍着这个影片 我在用着我的电话 所以我不能给你看我的电话 但是证明给你们看 我这是deleting掉了啊 我会放一个loop 在这里 所以我deleting了 instagram tiktok youtube youtube studio facebook 小红书我也deleting 我们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也就是我的书桌 所以我们 你们知道 我们要开始努力了 今天我要aim 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 by the way 我最近买了这个小米手表 甚至我也在我的上个vlog跟你们说 然后这个手表其实很好 因为它很像是有那个timer的 comodoro的study technique 就是20分钟 20分钟 对 20分钟读书 5分钟休息 20分钟读书 5分钟休息 其实那个长期的话是很好的 我以前是一直连续读 就几个小时一直在读 因为我是一focus 就能focus很久 但是我focus不到 我就focus不到很久 所以 我觉得pomodoro很好 是因为 你有时候 就刚开始 你如果真的不能focus的话 它能帮你focus 因为它 会给你5分钟的休息时间 所以你就会 很期待那个5分钟 你知道吗 然后5分钟内 我就会做 我想要做的东西啊 可以休息一下 所以长期下来 如果你们这样准备考试啊 是很好的 它就会推动你一直去读书 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要用这个technic 然后我就会用我的 这里的手表来说 你看 诶诶诶诶 还没有开始 登登登登登 这里就是我要aim的书 这个是我的体积本 biology physics biology admats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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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我做不完 一定要搞定完这本 因为这本都是剩那种 subjective的 然后这本也是剩subjective的 这本也是剩subjective的 所以 诶这本我做完了 没有 ok我们要开始了 喝水压压压劲 我这里有一个小零食帮助我 let's start with biology 底度问购 我觉得没有social media可以帮到我 好吗 因为我就不会有那种 kobication 你只知道刚才我花了20到10分钟 这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觉得怪怪的 这么我写的答案很像很像很奇怪这样的 然后我就在那边研究这么 因为我们是学biology 然后就研究什么vein什么 那里根本都没有vein哦 然后我就以为我很笨呢 然后我才发现到原来我抄错答案了 就是我看错那个题目了 我研究了很久 我以为我很笨 为什么 因为完全不make sense 原来我还是有点恼的 就是我抄错了 至少我懂是乖乖的 但是我花了我的20分钟就在研究这个 我做了那么久我终于完成了吧 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太高过我自己了 我做完三分 所以我觉得我已经够点了 其实刚才我差一点要去开instagram 就是发动态 然后我才想到原来我delete了 还有我真的很想刷小红书 所以我觉得这些app delete了 帮助到我死掉 帮助到我读书 在这边 Hello oh no 我发现到我不能一面吃饭一面看Instagram了 那我们就读书 这是我现在就读的 Red White and Blue 差不多一般要玩了 没有YouTube真的是有点闷耶 有点想看YouTube了耶 饭后来一点这个果冻 很好看耶这个颜色 很好吃 这里是有那种heart shape的 真好吃 我觉得我要去做我的蛋糕 因为我已经plan好了我要做一个蛋糕 它是一个sweets roll来的 所以我现在要去做 然后我已经截图下来 我需要的食材啊那些 所以我不需要再看YouTube啊那些什么 是不是很聪明 Welcome back to Nicole's Big Intro 其实很久没有那类东西了 应该还知道怎样能力 靠我的记忆力还有我的 应变能力去做 我现在要吃个A 我在酒姐要做巧克力味的 还是抹茶面 但是我觉得 应该巧克力味的 比较好吃吧 嗯 太臭了耶 我的面糊做好了 所以现在要放在油脂上面 然后不懂要不要加口可粉 这样不用也可以 好 这个巧克力味的 很香 应该是可以放进我们的烤箱里面的 蛋糕做好了 它是这样子扁扁的 然后我是要把它卷起来做一个Swiss Roll 这样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啦 所以就要把它放进冷藏先 不然它会直接破掉 所以你这样子要冷藏 下来就要冷藏 下来楼下出来散步 因为我现在太险 然后在家没有什么东西做 然后我又没有social media 所以我不能华 然后我又在家里没有什么性质读书 再下来我口罩一下子 因为现在没有人 现在真的是很多什么信息都不懂 就真的是在三局网络 发生了什么地震我什么都不懂 现在又没有social media 下来这里 什么样的 也很晒耶 我想找一个庭院坐下来 我想找一个庭院坐下来 在家里有很多苍蝇还有蚂蚁 然后需要 los 我们来go sang here 因为我选择 minds 每天 现在去这边新开的书店 来这里是因为我有一个Voucher 然后很赞要Expire了 然后快点看有什么书可以买 而且Book Access是卖很多很便宜的书 好久因为我只能选三个 然后最后的我应该是选这三个 我买那么多书才35块吧 其实太便宜了 我才有一直想 其实我等着看Instagram 哈啰 欢迎回到笑唱 今天我做了这个Swiss Roll 这里我们走到不好 这里比较好 我包到里面 里面包到不够紧 但是不用紧 这样子 我手就不肮脏了 要扫地了 才刚扫地吧 OK 我们来试吃 觉得那个奶油应该放多一点 有点怕你先打一秒 希望我不会发烧到很够力了 给我 我现在要收拾一下我房间 现在干饭 和桃子气泡水 最近中老气泡水得多 这个我推荐 哈啰大家 现在5点23 然后我需要post一个IG post 所以我一post了 马上我就会deleteIG 好 然后我真是连 什么信息story都没有看 我只看到欧阳娘娘 post了一个post 然后就这样子 所以我没有break 而且我花少过2分钟 我就马上post了 就delete了 yes 终于可以卸妆了 哇 哇 然后呢今天我又用到的洗脸液 还有护肤啊等等 又是用IGEA Cosmetics 也就是我最近就一直在给你们安利的 有时候我感觉很懒惰的时候啊 其实我就用他们家的这4个产品 也就是lotion 口呢 洗人 还有这个viton洗人 然后这4个步骤就可以了 超级方便的 不需要你这样 有什么精华啊 那些等等 很麻烦的东西 现在大半也很想看IG 看YouTube Hello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然后终于可以download回那些social media了 我错过了 我怎么会不懂 我觉得life without social media 这个挑战是一个good detox 我发现到 不要省时间 就是我做了比较多东西 是当然的咯 因为没有那种app来干扰我 我也发现到 我们也其实不需要social media 因为我的心情啊 就好像有一点好一点 不会一直看到那种notification 我也没有去看comments 现在 所以现在有一点怕 看comments 我很鼓励你们去做这个挑战 尤其是你们考试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很多人考试的时候 都会delete social media 你们要的话 你们也可以尝试这个挑战 因为其实是蛮好的 可是social media也是我们的一个娱乐啦 所以也是要给自己适当的娱乐 所以今天的挑战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